二胎时代的商业机遇 全面放开生育二胎 不仅让很多家庭兴奋 更让不少企业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从地产楼市 住房去存 到教育发展 再看奶制品 尿片 玩具等等的商家们 个个都是摩拳擦掌 凡是能跟孩子扯上关系的上市公司股票 也都跟着涨呢 可不是吗 但是你说的那些还需要时间发展 眼下呀 你知道什么行业最火吗 什么呀 月子中心 大大小小的月子中心 就这么悄无声的 在各地遍地开花 可火了 也是 现在的生育主力军 是中国最为有特色的一代 年轻父母追捧科学养育 长辈们又怕自己不专业 上了年纪干不动了 月子中心自然就成了 城里不少家庭的最佳选择了 月子中心是赶上好时候了 那些提供上门服务的月嫂就更抢手了 工资直线上升 好的干一个月要上万呢 金牌月嫂全年的订单 早都排满了 根本订不上 好家伙 比香港外拥 家务助理的工资高多了 怪不得报纸上说 连一些大学本科生 也从其他专业领域转行当起了月嫂 客户们争相抢单 一个还处在培训期的新手 月薪就八千多块 真成香饱饱了 能那么比吗 过去这行业年龄大 就预示着有经验 受人欢迎 如今最吃香的 都是25岁以上 起码本科学历的月嫂 人家学历高 素质好 能力强 上手快 知识面广 育儿理念先进 和客户交流顺畅 还懂得营养学 心理学 不仅能照顾婴儿 还能兼顾产妇的身体和情绪 这么全面专业 能不受欢迎吗 看来月嫂真不只是带带孩子 洗洗涮涮这么简单啊 行行都有竞争 人家挣的也是辛苦钱 他们是24小时工作 不仅要专业 身体也得能撑得住 不过这么高的工资 一般家庭哪用得起啊 是啊 放开二孩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不少家庭很想再生一个娃 可消费太高了 生不起啊 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呢 有人说香港人养一个孩子要400万 我看内地只多不少 所以国家卫纪委说了 要增加相关的基本配套服务 各地要多以社区为依托 新办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儿所 也鼓励女性员工比较集中的机构和企业 恢复托儿所 就像咱们小时候一样 全都送入托了 普通家庭没了后顾之忧 就可以放心生二胎了